欢迎来到本期私人岛屿系列 上期视频内容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对如何购买私人岛屿非常感兴趣 也有人提出了对岛屿生活的诸多困惑 之后的内容会不定期的对这些问题做相应的解答 今天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私人岛屿的类型 以及全球分布和概况吧 按照所有权划分 私人岛屿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永久产权和租赁产权 永久产权指购买者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前提下 拥有岛屿的土地及其建筑物 租赁产权指买家根据当地法律 可购得岛屿一定年限的所有权 通常为30到99年 也可以延长租期 综合地域分布及岛屿市场等多方因素 全球私人岛屿主要分布于七大区域板块 分别是美洲、加勒比海、欧洲、非洲及印度洋 亚洲、澳洲与新西兰以及南太平洋地区 其中美洲地区又分为北美、中美和南美地区 欧洲又分为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 永久产权的私人岛屿常见于北美、加勒比海以及欧洲地区 而在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多为租赁产权 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私人岛屿的主要市场 美洲与欧洲地区 北美地区是私人岛屿的发源地 也是购买者最多的地区 约70%的岛屿买家是美国和加拿大公民 以家庭生活或季节性度假为主要购买目的 近几年受疫情影响 也扩展到远程工作及家庭隔离的需求 该区域既有永久产权的岛屿 也有可租赁的岛屿 岛屿价格一般从25万美金到几千万美金不等 北美地区岛屿市场所有权明晰 法律完善 购买方便 极大的促进了当地岛屿市场的发展 加拿大岛屿众多 岛屿数量位列世界第四 且政治氛围稳定 经济繁荣 生活水平高 房地产市场自由 因此也在全球代售私人岛屿数量上创下了记录 加拿大西部大部分岛屿位于温哥华和不练甸 哥伦比亚省之间的乔治亚海峡 之前分享过的Farway Camp Farway Island以及Table Rock Island都位于中部地区 东侧的岛屿市场则建立在以辛斯克舌半岛为主的大西洋海岸 在加拿大还有许多淡水充足的河岛和湖岛可供选择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岛屿市场 从白雪埃埃 人烟稀少的阿拉斯加 到阳光明媚 旅客众多的佛罗里达 美国岛屿应及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的多样性 为买家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大多数美国四人岛屿 位于靠近大西洋的东海岸 如佛罗里达州 纽约 康涅迪格州 缅因州 阿拉斯加等地区 中美洲是指墨西哥以南 哥伦比亚以北的美洲大陆中部地区 东陵加勒比海 西滨太平洋 包括威地马拉 伯利兹 塞尔瓦多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各斯达里加和巴拿马 七个国家 该区域永久产权与租赁产权的岛屿都有 且岛屿价格相对便宜 许多都低于150万美金 远远低于加勒比海地区 这里是全年温和的热带气候 自然环境独特 有绝佳的潜水场所 火火山 玛雅庙宇和热带森林 潜力巨大 巴拿马是中美洲地区最适合交易的市场 金融业 法律 交通 医疗都很完备 相较之下 哥斯达里加 宏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代售岛屿较少 但价格也更低 之前分享过的Zopango Island 就位于尼加拉瓜 中美洲各国政府国立房地产投资 但相对比较而言 中美洲的市场没有那么稳定 南美洲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 是古老文化 传统和习俗的洋篮 也是印第安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奇妙混合体 如今 南美不仅提供旅游和文化景点 而且为房地产买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南美洲代售的西人岛屿 购买成本相对较低 且购买程序简单 外国买家可享受本国公民同等保护 当地生活成本低 且气候温和 因此租赁及康乐需求也比较高 虽然南美房地产市场也存在明显缺陷 如政治动荡 官僚主义 腐败普遍 影子贸易和不发达的产权登记制度 但该区域的代售岛屿所处地区比较发达 既有巨大的商业前景 又良好的生活条件 如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阿根廷 你可以优惠条款 购买土地 岛屿情况不一 一般价格在几十到几百万美金不等 欧洲是私人岛屿的主要市场之一 有数十万座岛屿 包括芬兰的17.9万座岛屿 瑞典的超过20万座岛屿 克罗地亚的数千座岛屿 其中许多是私人所有的 许多岛屿虽然是私人所有 但由于法律和政府的限制 或由于岛屿的物理特性 不适合开发 该区域的永久产权岛屿和租赁岛屿 都相对较多 岛屿售价在几十万到几千万美金不等 多样的文化以及完善的法律 对外国人持有岛屿所有权的保护 促使欧洲成为购买岛屿的热门区域 欧洲正日益成为私人海岛度假的热点 大西洋地区包括爱尔兰 英国以及北欧周边地区 英伦三岛的海岸线和湖泊中 隐藏着许多岛屿 这些岛屿可以以400万美金以上的价格购买 其中一些甚至留有历史或建筑遗迹 斯堪提纳维亚非常适合那些 喜欢简单乡村生活的人 欧洲大陆上最实惠的地方可能就在那里 你可以花大约100万美金在瑞典 挪威或芬兰购买一个小岛 之前分享过的Super Sheet Island就位于芬兰 地中海地区包括西班牙 法国 意大利 科罗地亚和希腊 其中希腊是世界上拥有最昂贵 四人岛屿的地区之一 售价从200万美金到2500万美金不等 欧洲南部的一些湖泊里也有一些小岛 有的甚至有完整的古堡 和其他有特点和历史意义的建筑 这些岛屿一般售价为400万美金以上 之前分享过的Trinity Island就位于希腊 岛上除了小教堂之外 还有一座17世纪的瞭望塔 今天的这几个区域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评论区告诉我哦 如果没有喜欢的也没有关系 下一期我们继续介绍剩余的几个区域 敬请期待哦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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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